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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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 今天是冬至 虽然拍摄的今天不是啊 但是发视频的今天是冬至 所以今天呢 我们吃 虽然这个是韭菜盒子 但是它长得像饺子 我们就姑且称它为饺子吧 饺子和元宵 来调一个淀粉水 我发现 我发现 拿这个来融化淀粉还挺好的 我发现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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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分享一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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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朋友们 今天是冬至 北方好像是吃饺子 南方是吃汤圆 就是元宵 所以今天呢 我两个都准备了 我们家没有包好的饺子 所以说我就拿 我之前包的 韭菜盒子 凑合一下 开吃开吃 超喜欢这个脆皮 大家冬至 都习惯吃什么呀 我们家往年 吃饺子多一些 其实本来我是想 煎汤圆的 我之前看小视频 看到了一个煎汤圆的做法 我觉得还蛮好的 但是早上又想喝一点热汤 所以最后还是 最传统的做法 煮汤圆 从后面露馅了 糾结了一下 我在先开快递 还是先做面包中间 选择先把面和上 这是一个需要 两次发酵的吐司 所以比较耗时间 我好像没跟大家说 我要做什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Vlogmas 1的时候 给萌姐做了一个巴斯克吐司 然后我当时跟大家说 要再跟大家分享一次食谱 但是我后来一直没有拍 今天准备来做一下 这个配方真的还蛮好吃的 是我目前为止 做到现在 做出来颜色最好看的吐司 巴斯克奶酪吐司 而且这个是直接法做的 非常简单 师傅给的是300克的水 我打算先放290克 大家拿到一个食谱 这个水量 最好先预留个10克到15克左右 跟大部分的吐司一样 打出后膜之后 加入这个软化好的黄油 然后打出薄膜就可以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做了这么多次吐司 也翻车了不少次后的一个经验 就是大家如果拿到一个新的食谱 然后自己买了一堆材料准备做的话 最好是把液体材料 稍微的多留一点点 我刚刚不是流了10毫升的水吗 但是后来我发现 可能因为我这次用的奶油奶酪 比较稀的原因 所以说整个面团的含水量又增大了 我刚刚又加了大概两勺半的面粉 然后这个面团才勉勉强强形成 我上次用的基本上是跟这个博主 一模一样的比例没有问题 但是我上次用的奶油奶酪不是这一款 就是你稍微变一个什么材料 都有可能影响你整个吐司的打发 所以大家在做吐司的时候 液体材料最好预留的稍微多一点 小小的翻车经验分享 这个面呢现在打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总体来说 它是一款含水量非常大的吐司 可以非常轻易地拉出很薄的膜 然后破开也没有锯齿 我们大概地把面团整理一下 温度28度 室度70度 发酵到两倍大 加热 放进去 加热 蒸 with 哨星 煮 煮 煮 烤 蒸 烤 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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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满了 大家现在看这个视角 可能看面部不是很清楚 因为当初设计这个阳光房的时候 是希望我后背可以晒到太阳 所以一般我工作的角度都是背光的 所以现在阳光在我的后面 之前有朋友问 就是这个显示屏在阳光照射下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 我买的这个不是他们的那个比较贵的版本 我当时没有买那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用起来依旧非常的好 就是我现在后面是背光的嘛 虽然说没有到阳光直射到显示屏的那种程度 但是现在这个显示屏依旧非常的可用 就是它会比笔记本的显示屏更可用一些 就是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下 上周克的这个大蛋挞 我今天拿的这个里面是红豆的 换这个角度吧 那边的话半个脸都是黑的 特别的好吃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这一块呢算是完工了 后面这个地方是我在网上定做了一个黑色动动板 就直接贴在这个墙上了 然后上面装了一些挂钩用来收纳我的一些东西 这半边呢就把我之前做的那个照片合集 放在这边这个地方 然后平时我在工作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工作本 工作本放在这边 视频的剪辑什么的就在这个地方 大概我的工作台 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白天在这个角度拍 光线真的是异常的诡异 这个面团干卷起来可能有点难度 因为它含水量比较大 但是呢 它已经发好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油管上 就是有那种做开面包店 然后做街头食物 那种专门拍那些店主 就是从和面开始到制作的整个过程那种视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特别喜欢看我觉得挺解压的 没事放那当背景音乐 然后每一次我都觉得 看完之后发现自己根本开不了店 因为手没劲啊 我单独这样举着一盆面 倒下来我都费劲 分割好的面团 松强20分钟 然后再来干卷 但是我觉得今天干卷之路应该非常辛苦 因为这个面团被我做的含水量过大了 A few moments later OK 来干卷 用上我才到的这个 Oh my god 面团实在是太黏了 感觉这样也得来着 OK 这个水立方也赶紧完成 拿去发酵 32度 湿度80 发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各位 今天中午来吃上周我没有吃成的寿喜锅 因为材料已经满了 所以如果不吃的话 蔬菜该不新鲜了 这个地方的黄油是我之前 就是做面包的时候 有的时候撑凉 多几克少几克 就会有这种小边角料的黄油 一般我都是把它们收集起来 如果煎个蛋啊 炒个什么呀 需要小片黄油的时候可以用 这个里面稍微的加一点点熟稀锅的调料 冬天吃这种暖暖的锅子就很舒服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吃这种黏糊糊的面条 全部挂汤 最后结尾还是得来一点碳水 发酵了一个小时 大概七八分满的样子 我们进烤箱 我用的这个是风卤155度烤22分钟 大家如果用的是平卤的话 可以加大概15到20度左右 OK 好吧 朋友们 看一看这次的吐司 哦 哈哈 哇 哇 特别完美的金顶白边 哦 哦 哇 大家看这个顶部的上色 还有这个白边 这个配方真的非常赞 我做了两次都很成功 但如果大家用平卤的话 时间上还是需要 多去磨合一下 所以现在我比较喜欢找那种 就是风卤 家里有风卤的作者做的食谱 温度真的非常的重要 太开心了 巴斯克吐司成功 哈喽大家 现在是6点03分 下午小睡了一觉 所以我现在脸有点点肿肿的 之前有朋友在微博上私信我说 想看我做苹果派 可能是圣诞节快到了 所以我前两天买了苹果和柠檬 打算今天尝试一下 我还特地买了一个做水果派的 这是一个6寸的模具 私信我的朋友发给了我一个视频 但是我觉得视频里面那位博主交代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我又找了一个文字版的 打算跟着来尝试一下 大家如果有过圣诞的习惯的话 就可以尝试一下 你听我了 水半前充滞 那边 Murder Product 也很厉害 苹果下完成 首先我们切 三分之一 然后剩下的这个面团 啊 编好了 但是应该是因为 我这个网格 擀得太粗了 所以 其实不是很好看 正常 我的网格苹果派 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我烤出来的这个 我要笑到不行了 虽然它是一个派 但是呢 它皮是皮 馅是馅 底是底 因为我擀皮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皮 压到底 完美脱膜 看样子应该是熟了的 这个东西 就留着 明天早上来炒一下吧 我来说 你会说 我来说